因为他撤军撤的不漂亮 撤出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机场的混乱 包括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伤亡 包括在预定的时间之内 可能还撤不完 所以这里面确实反映出 比如说他的情报 肯定有问题 包括他的决策 最后拜登政府也好 他的国务院也好 包括其他团队成员也好 这个其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内部相互指贼一团 恰恰就发现美国 这次确实是在 正如刚才刘老师讲的 在这种外交上 在形象上 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大家谁都不愿意背锅 谁都不愿意背锅 所以我个人觉得至少来讲 对拜登政府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在政治上有后果 在外交上有后果的一个失败